近期以来 关于核的问题热度都很高 而且是来了个剧情大反转 东边正在准备着谈判 西边的伊朗可就不好受了 5月8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 恢复对伊制裁 特朗普说 我很清楚 靠这样一个根而上就烂透了的协议 我们无法阻止伊朗拥有核武器 因为经济利益 英法德等美国传统盟友均表示反对 并坚持伊核协议的有效性 当然 也不乏支持美国的国家 比如中东唯一拥合的以色列 在特朗普宣布退群后不久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 勇敢且正确 我们将坚决站在盟友一边 随后 以伊关系进一步恶化 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 多次遭以色列袭击 当然 伊朗的报复也在悄然展开 5月11日以色列 耶路撒冷邮报报道 以色列防务分析家阿龙本戴维说 伊朗计划对以色列袭击 其在血境内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 准备从叙利亚境内发动导弹袭击 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军事目标 此次行动将由伊斯兰革命 卫队指挥官苏莱曼尼负责指挥 部署在叙利亚境内的什叶派民兵和真主党来展开具体行动 以色列方面的报道并非空缺来风 战争这个选项已经摆在两国政府发台面 当然 伊朗与以色列是否真会爆发战争 并非他们自己说了算 关键还得看背后的操刀手美俄 总体上看 以伊关系紧张是美俄斗争的副产物 叙利亚危机的延伸 在美国退出伊核结议后 以色列方面迅速对伊朗采取行动 希望把伊朗势力逐出叙利亚 毫无疑问 美国退群对以色列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遏制伊朗的时机成熟了 由美国的默许 以色列就可以有恃无恐地打压伊朗 但这也意味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复杂化 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斗争 10日 伊朗军队向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 发射了至少20枚火箭弹 以此回击以色列的步步紧逼 伊朗发动袭击后 以军也迅速行动 10日凌晨 以军出动28架F-15和F-16战机 对去大马士革附近的伊朗军事目标展开了约两小时的轰炸 以色列军事行动结束后 伊朗迟迟未展开报复 这也正是以色列专家推测伊朗将要袭击其北部的原因之一 美国明确地支持以色列打压伊朗 降低伊朗的地区影响力 在诸多问题上 以色列与美国都是一唱一鹤 空袭行动过后 美国迅速伸出援手 保证以色列安全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 美国坚定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 并对伊朗的挑衅性行为予以谴责 美国无意维护中东的和平稳定 纵容以色列加剧局势升级 美伊两国对伊朗的目的很明确 伊朗不能是一个潜在拥和国家 必须像伊拉克一样斩草出根 一旦伊朗拥和 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将会迎来大洗牌 美国眼中的均衡会被打破 目前 美国给伊朗留两条路 其一 无条件接受美国的检查 其二 战争 对伊朗来说 美国退群后 伊核协议就是一纸空门 美国回心转意不现时 伊朗需要整合有生力量 做好还击准备 目前 伊朗最需要稳定国内经济 建立化解美国制裁的危害 因为堡垒最先从内部破裂 同时 防范以色列对其核设施可能的空袭 这样才有谈判的筹码 也讨论 也讨论 对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